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深度报道 标题是《拜登核心圈如何努力掩盖老化迹象》 这篇文章由Andrew Rastuchia、Annie Linsky、Emily Glaser、Rebecca Bauhaus和Eric Schwartzel 共同撰写 发表在2024年7月毕日 文章详细展示了拜登总统的高级顾问们 如何精心安排他的日程和公开露面 以尽量减少其老化迹象对公众的影响 文章指出 自拜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以来 白宫顾问们一直在管理他的日程 控制他与公众和媒体的互动 限制新闻发布会和媒体露面次数 甚至两次拒绝了超级晚中场采访的邀请 这本可以让他轻松接触到数百万选民 他们还确保与捐赠者的会面 保持在预先编排的礼节性交流中 此外 顾问们对拜登的旅行提议也持谨慎态度 认为他可能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频繁的跨国旅行 尽管拜登的失误愈发明显 高级顾问们却一直向公众保证总统状态良好 然而 上个月拜登在一场辩论中的表现 让党内成员和一些白宫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并引发了对他是否适合连任的质疑 许多捐赠者和法案支持者感到被误导 并认为拜登团队在压制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担忧 报道还提到 拜登的盟友们对外界的批评地保持戒备 尤其是那些质疑拜登精神敏锐度的新闻报道 拜登的团队对这些质疑进行了反驳 并试图通过安排更多公开活动和私人会面来 证明总统的健康状况 然而许多与拜登会面的人发现他有时表现得很精神 有时却显得健忘 言辞不清 拜登的团队对外界的批评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 认为这是党内精英的反对声音 拜登自己也在接受ABC新闻采访时 轻描淡写地回应了有关他健康状况的质疑 表示只有上帝才能让他退出竞选 白宫顾问中Anita Dunn、Steve Richetti和Mike Donilon这三位长期的政治顾问被认为是幕后决策者 他们负责制定策略来掩盖拜登的年龄问题 与此同时 Annie Tomassini和Anthony Bernal等较少为人知的助手则扮演了门卫的角色 限制了拜登与外界的接触 两党议员表示他们与总统的面对面时间不够 辩论后拜登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才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DNY打电话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自辩论以来总统已经与至少20名议员进行了交谈 拜登的团队拒绝了共和党众议院领导人与总统会面的请求 改为提供与白宫高级顾问的对话 根据访客日志显示 随着任期的推进 拜登与议员的小型会议越来越少 德国官员意识到拜登晚上容易疲劳 试图通过在2022年6月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的活动 安排在傍晚来适应总统 这次非正式活动是2022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在阿尔卑斯度假圣地施洛斯·埃尔毛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保密会议 拜登没有出现 令总理和他的助手们感到惊讶 官员们说 相反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到场并宣布拜登需要上床睡觉 两位在场人士表示 美国官员马修米勒否认布林肯说过拜登需要上床睡觉 布林肯国务卿从未说过那样的话或类似的话 他说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白宫早些时候就表示拜登不会出席 这位官员否认了布林肯代表总统出席的说法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在峰会期间 拜登平衡了与世界领导人的会晤和国内的紧迫需求 其中一个晚上在与团队进行一个小时的国内事务电话会议后于晚上十点结束 在一些筹款活动中 竞选活动允许总统与顶级捐助者的急性互动很少 竞选活动长期以来 指导捐助者预先提交他们的问题 包括今年在南佛罗里达州的一次只有八人参加的活动中 一位捐助者说 拜登讲话缓慢 有些词语磕磕绊绊 但最终给出了详细的回答 捐助者说 总统似乎失去了一步 但他没有表现出受损的迹象 在去年秋天联合国大会期间 拜登在纽约四季酒店的一次筹款活动中 拜登似乎无法回答关于中东问题的问题 据一位在场人士说 一位助手在拜登耳边低语 拜登 然后回答了 2023年6月在纽约四季酒店的筹款活动中 拜登讲话5到10分钟 然后回答了几个问题 买票的与会者表示 他们对他看起来如此脆弱感到震惊 有一次 拜登不能回忆起老兵一词 总统要求大家帮他找词 说他想提到一个在陆军或海军服役过的人 白宫助手们经常设置障碍 以防记者向拜登提问 在活动中 记者有时被挡在 离总统几时甚至数百英尺远的地方 白宫工作人员经常播放音乐 以防止在总统离开时听到问题 上周 接受总统采访的电台主持人 是为了向公众保证拜登的心理健康 他们表示 他们提供了一份 拜登竞选团队批准的问题清单 报道出来后 竞选团队决定缩减这一做法 据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举行罕见的新闻发布会时 白宫官员经常联系总统 可能会教到的记者 以确定他们计划提问的问题 许多记者拒绝了这些请求 白宫助手们经常拿着记者的话筒 以便可以抽走话筒 防止后续提问 2023年6月 在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 拜登被一个沙带半倒并摔倒在舞台上 他在特勤局特工的帮助下迅速站了起来 拜登的摔倒在有线电视新闻上重播了数小时 引起了白宫的警觉 据知情人士透露 官员们表示这是一次常见的意外 但仍然认识到拜登摔倒的政治影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他们采取了额外的预防措施 以确保他不再摔倒 他开始更频繁地穿运动鞋 以获得更好的牵引力 并且在登上空军一号时 经常使用较短的楼梯 总统在上周与民主党州长的会议上 谈到了需要更多的睡眠 并建议避免在晚上八点后开始的活动 一位简报会人士说 这番话令一些州长难以置信 不过 有些人松了一口气 因为拜登至少承认有问题 那么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如何解读这篇报道呢 首先 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看 拜登团队的这种管理方式 是出于对总统形象和选民信心的保护 作为一名年长的领导人 拜登的健康状况对他的政治形象至关重要 如果公众对他的健康状况产生怀疑 这不仅会影响他的连任选情 还可能影响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因此 白宫团队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可以理解 为一种危机公关手段 旨在维护总统的形象和权威 其次 从公共透明度和民主监督的角度来看 白宫团队的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对政府透明度的质疑 作为国家领导人 公众有权了解总统的真实健康状况 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也关系到选民的知情权 过度的保护和信息控制 可能被视为对民主制度的挑战 因此需要在保护总统隐私和公众知情权之间找到平衡 从心理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拜登的团队采用的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 也反映了在高压环境下 组织内部可能形成的防御机制 这种心态可能导致决策者无法全面客观的评估问题 从而措施及时调整策略的机会 长期来看 这不仅不利于拜登的健康管理 也可能损害团队的凝聚力和信任度 最后 从历史和总统职能的角度来看 拜登并不是第一个在任期间面临健康问题的美国总统 历史上 富兰克林 罗斯福 约翰 肯尼迪等总统 在任期间也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 但通过团队的支持和有效的管理 他们依然能够履行总统职能 然而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公众对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有了更高的透明度和知情权 这也对总统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的来说 拜登团队在管理他健康状况的过程中 所采取的措施既有其合理性 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这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深入了解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机会 也提醒我们在关注领导人健康的同时 更要关注民主制度的透明和公正 感谢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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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Politics, science, sports and art Every story plays its part Global voices, voices near Every headline loud and clear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ver stopping, always go Stories,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yeah, it's my stuff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stories are full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ver stopping, always go Scrolling,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yeah, it's my stuff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stories are full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Oh,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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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